拜登执政以来 第17次的对台军售在26号宣布了 同时金额是达到最高的一次 这一次对台军售总金额近20亿美金 相当新台币637亿7千万元 这个拜登军售案以这一次最受关注 他第一次卖给台湾三套NASEMS 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这个系统目前亚太地区只有澳大利亚跟印尼有 而美国这次的军售显示出 对台湾出口防空系统已经升级 另外一方面美国也透过近期在澳大利亚 进行的AUKUS 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第二支柱首场演习 一方面加强和盟友的国防技术合作 一方面邀请了日本做观察员 拉近和盟友的距离 从水上的无人快艇 到超大型的自主水下航行器幽灵鲨鱼 这些先进的国防能力与技术 过去一个月来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的 维杰斯湾陆续登场 来自美国、英国与澳洲 三个国家的国防精英 共同提出30项非对称技术 相互展示、切磋与学习 这是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也就是AUKUS第二支柱中被称为海洋大戏 倡议下的首场自主战士演习 目的需要推动三国在海上领域的自动化系统发展 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日本也首度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这场AUKUS第二支柱 关键技术合作的演习 由美方官员透露 明年演习就可能让日方 从观察员转变为参与者 这与外界猜测 日本有望成为首个 或要加入AUKUS第二支柱的国家 并且在先进国防技术上 与美英澳三国展开合作的说法 不谋而合 除了在国防技术发展上 美国与盟友们互相加紧合作之外 作为美国紧密盟友之一的澳洲 也在人权议题上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 澳洲驻联合国代表拉森 本月22号就在联合国大会上 代表美国在内总计15个国家 公开批评北京当局 在新疆与西藏等地侵犯人权的恶行 尽管中方因此对澳洲表达强烈不满 澳洲总理人坚持立场 除了透过AUKUS与盟友 加速展开国防技术推进之外 美国也加强协助台湾 自我防卫 美国宣布新一批对台军售 总值大约20亿美元 包括第一次向台湾出售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这笔总计637.7亿元台币的军售案 是拜登任内第17次对台军售 也是美方在前任总统川普之后 第二次选在总统大选白热化期间 宣布对台军售案 美方除了提供雷达系统与相关设备之外 更重要的是卖给台湾三套NASEMS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进行中程防空 锁定包括巡异飞弹等空中载具 未来不但能与台湾已经有的响尾蛇爱国者系统相互整合 更有望协助束手中枢 这套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此前在亚太地区只有澳洲与印尼能够使用 这次美方同意引入台湾 意味对台出口防空系统出现显著升级 也让台湾有更多自保能力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 由于美方宣告对台军售的时间点紧零大选 北京当局选择先用比较缓和的方式 也就是外交部发新闻稿 透过文字方式回应美方做法降低冲击 而美方除了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之外 拜登政府近日还批准任内第一个锂矿开采 准许内华达州的这个锂矿厂开始建设 预计2028年投产 外界相信拜登政府挺住当地保育团体长期抗争与反对 批准这个六年前就申请的锂矿厂建设 目的就是要在电动车等绿色能源相关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中 减少对中国依赖 张又霞还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举行会谈 并建政签署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关协议文件 北京当局则积极拉拢同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越南 希望能在印太等国际事务上得到更多助力 近日就派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率团前往越南访问三天 先后与越南总理范明镇 新上任的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以及越共总书记苏林会面 希望在当前美国也加强与越南关系 以及中越存在南海分歧态度的情况下 稳住与越南的联系 TVBS新闻综合报导